今天我要为你介绍的书是《内向性格的竞争力》 在很多人眼里,内向是个贬义词 内向的人总让人觉得孤僻、不爱交谈 就拿美国人来说吧 很多人觉得内向的人没有外向的人聪明 老师认为,性格内向课堂发言比较少的亚洲学生不够优秀 而公司里提拔员工的时候 老板也会更愿意选择那些擅长演讲的外向者 但其实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大量内向性格的人 一项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美国人 具有内向的性格倾向 但是在推崇外向的价值观影响下 这些人常常会藏起自己的内向 尽量装成一个外向的人 就算这样,他们依然会觉得和整个社会格格不入 怀疑自己是不是有性格问题,活得非常痛苦 但在这本书的作者苏珊凯恩看来 内向性格有着她自己的优势 许多伟大的思想、艺术和发明 都来自内向性格的人 牛顿、爱因斯坦、斯皮尔伯格和JK罗林 他们都是典型的内向者 苏珊自己也是个内向的人 她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法学院 专门提供谈判、沟通技巧和个人形象塑造方面的指导 苏珊在工作中遇到许多因为内向而苦恼的人 这引起了她很大的兴趣 经过大量研究,苏珊最终得出了结论 内向的人应该做的是尽可能发挥自己的内向者竞争力 去拥有幸福生活 这也是本书的副标题 发挥你的本来优势想传达的含义 本书出版后立刻获得了很多人的欢迎 2012年还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第一名 并获得了时代杂志封面的专题报道 苏珊以本书内容为主题 在国际演讲大会TED上做了演讲 更是成为了TED有史以来点击量最高的视频之一 如果你也为自己的内向性格而苦恼 相信这本书一定会给你带来启发和勇气 帮助你更好的生活 好,下面我会从三个重点 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内向的本质是什么 第二,内向有哪些优势 第三,内向者如何与外界相处 好,先说第一个重点 内向的本质是什么 说到内向呢 人们总会想到不擅长和人沟通 容易紧张等等负面特点 但这些呢 都是社会给内向者贴上的各种标签 就好像是外国人一说起中国人 就觉得人人都会功夫 并没有多少理性成分 内向的本质 实际上是对外界刺激更敏感 反应更激烈 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 哈佛大学的卡根教授 对五百多名婴儿进行了二十多年的跟踪调查 他发现呢 那些对味道或者色彩反应更激烈的婴儿 长大后更有可能成为安静谨慎 喜欢独处的内向者 而那些表现得很淡定的婴儿呢 则大多成为了开朗奔放 喜欢热闹的外向者 为什么会这样呢 卡根认为答案就在大脑深处的性人核中 性人核呢也被称为情绪脑 我们很多基本情感和需求 比如食欲 性欲和恐惧 都是受它的控制 性人核的主要功能 就是从环境中发现可能具有威胁的事物 然后呢把警告传给人体 做出应对或者逃跑的反应 卡根认为如果有些人的性人核 天生就更敏感更容易兴奋 那么他们在面对新鲜事物的时候啊 身体的反应也就越激烈 性人核在兴奋的时候 会释放出更多的压力荷尔蒙 让人感觉到紧张 所以呢对这些人来说 不论是和陌生人见面 还是当众发言 都要承受更多的压力 于是呢他们就自然更愿意选择一个人待着 不喜欢在别人面前抛头露脸 而有些人呢正相反 他们的性人核对于外界刺激啊 并不敏感 因此呢在成长过程中 也就更少体验到紧张感 自然呢就越来越大的咧咧 最终就拥有了外向的性格 这种对外界刺激的不同反应 就是内向和外向性格的本质区别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啊 卡根的意思呢是性格是天生决定 但是卡根自己并不这么认为 他相信后天的生活经历 同样也会让人变得内向或外向 比如一个孩子经常生病 那么他就会花更多时间去思考自己的身体情况 并且在意周围的环境 这也可能呢让他变得内向 不过啊在作者看来呢 去讨论先天生理和后天经历 到底谁对性格的影响大 这并没有太大意义 真正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内向性格 这本书里呢主要谈到了两点 首先一个人性格内向 这并不代表他的能力有问题 内向者只是在陌生或者公开的场合 更容易感到紧张不安 只要能够克服这些情绪 内向者照样可以有很好的表现 作者呢有一个客户叫劳拉 是一位华尔街律师 他每次去和银行谈判的时候啊 总是紧张的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 在找苏珊咨询之后呢 他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准备的资料上 去通过提问来获取主导权 就算别人冲他发怒 他也依然克制情绪 温和而坚定的掌控谈判方向 这种沉稳内敛的风格 让他获得了许多客户的认同 最终呢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律师 再拿常见的公开演讲举个例子啊 很多人呢会觉得 内向者不擅长演讲 外向者擅长演讲 这其实也是个误解 根据调查 不论外向者还是内向者 都有相当多的人 对演讲充满恐惧 公开演讲在美国人最可怕的事情排行榜中 高居第一 比死亡排名还高 这种恐惧呢来自许多方面 有的人担心出丑 有的人呢害怕被别人批评 还用一种理论认为 当我们的祖先还生活在草原上时 如果感到有被什么视线长时间关注 就很可能是被食肉动物盯上了 自然会有逃跑的冲动 这份冲动呢至今还保存在基因之中 让我们在演讲的时候 会因为台下听众的目光而感到恐惧 这些理由呢都和一个人内向或者外向 没什么关系 所以呢内向者只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照样可以做好演讲 苏珊自己多年来一直对演讲感到恐惧 经常会在演讲前整夜失眠 为了克服恐惧呢 她去参加了一个治疗演讲和社交焦虑的机构 在这里呢 她反复在别人面前进行演讲 并且听取别人的评价 来锻炼自己的心态 现在啊 她已经在全世界做了无数场公开演讲 能够自然的面对演讲前的恐惧 其次呢 一个人性格内向 并不代表她就没有外向的时候 前面说过啊 内向是指一个人对外界环境的刺激更敏感 那么当她在熟悉或者喜欢的环境中呢 就不会那么敏感 会更有安全感和掌控感 自然就能展现出外向的一面 就像喜剧之王周星驰 熟悉她的人啊 都说她沉默寡言 非常内向 她接受采访时的表现呢 和电影里完全是两个人 说话很慢 一个问题会想很久 还经常会躲避镜头 几乎没什么表情变化 但是在电影领域 周星驰就可以展现自己的外向一面 当她指导演员拍戏的时候 完全是一个充满表达欲 放松自如的外向者形象 肢体语言和表情都非常丰富 归根结底呢 内向是我们应对外界环境的一种方式 它不是固定死板的 而是具有一定弹性 会随着环境的不同 以及我们自己的意志 在一定的范围内灵活变化 好 说到这里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部分的观点 内向性格的本质 就是对外界刺激更敏感 反应更激烈 内向的生理因素呢 在于大脑的性人和器官 性人和天生比较活跃的人 面对陌生环境 或者新鲜事物的时候 更容易体验到生理上的紧张 因此更可能变成内向者 除了生理因素之外 后天的经历 也可能会让一个人变得内向 但是内向的人呢 仍然可以具有很强的能力 并且在一些时候 表现出外向 下面呢 我们来说第二个重点 内向有哪些优势 从本质上来说 内向和外向 是人们面对世界的两种态度 并无高低之分 但是呢 我们现在的社会啊 提倡个性 重视人际关系 外向的人啊 难免更受推崇 因为他们更容易 吸引别人的目光 在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影响下 大家就很容易忽视 内向性格的优点 下面呢 我会从创造力 判断力和领导力三个角度 来为你介绍 内向的天生优势 先来说创造力 心理学家阿里克森 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 是什么让一些人取得的成就 远远超过其他人呢 为了找到答案 他在国际象棋 网球和钢琴等领域当中 调查了很多对象 最终埃里克森发现 一个人的创造力 和他独自练习的时间 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 就拿国际象棋来说 独自练习的时间 几乎就决定了 一个人水平的高低 大师级的选手 在最开始学象棋的十年里啊 平均要花上五千小时 独自钻研象棋 这个数字 几乎是中级选手的五倍 独自练习到底有什么魔力呢 埃里克森是这么解释的 在很多领域里 刻意练习是提高水平的关键 当你在刻意练习时 你会发现 哪些事情是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的 因此呢 你就可以针对不足 来有目的性地进行提高 这种刻意练习 最好是独自进行 因为它需要高度的精神集中力 如果身边有其他人干扰 那么你的注意力呢 就容易被分散 更重要的是啊 只有当你独自一人的时候 才能直面一件事情 最有挑战的部分 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你 所有一切责任 都由你自己承担 这种独自面对挑战的局面 会激发起人们最内在的斗志 去提升自己 对内向者来说 这就是他们在创造力上的最大优势 内向者都喜欢独自工作 这让他们更可能花更多的时间 去刻意练习 从牛顿 爱因斯坦 到斯皮尔伯格 JK罗林 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和艺术者 都是内向者 他们在和自己独处的时间里 创造了无数了不起的成就 接着说说判断力 科学家们发现啊 当我们相信自己做一件事情 会获得回报的时候 大脑会分明一种叫多巴胺的化学物质 让我们觉得非常快乐 从而激发起对回报的更多渴望 实验结果显示啊 外向者大脑中负责奖赏的区域 对多巴胺的反应更激烈 相比内向者呢 就更容易亢奋 于是呢 外向者在需要做判断的时候 会容易因为回报的诱惑 忽略可能的风险 只想着尽快达成目标 而内向者呢 正好相反 面对回报的诱惑 他们依然能够保持理性 去思考自己行动带来的后果 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把获得的信息完全理解 然后再做出决定 过于追求回报的外向者 有时候呢 会造成极大的损失 一些投资专家认为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背后原因之一就是 许多金融机构啊 把权利交给了 喜欢冒险的外向者 这些人能给公司创造利润 却也同样容易犯错 当整个华尔街都在鼓励冒险 欣赏外向者的时候呢 那些谨慎的内向者 就被挤出了决策层 他们对风险的警告 都被认为是胡说八道 最终呢 所有人都以一种盲目乐观的精神 冲向了悬崖 而那些在金融风暴中 幸存下来甚至赚到钱的人 都是谨慎内向的投资者 知名投资人塞斯卡拉曼 就是其中之一 他管理的基金 在股市大崩盘之后 资产翻了将近一倍 达到了220亿美元的规模 在别人眼里呢 卡拉曼是那种 会因为股市走势良好 而焦虑的人 有人这么形容他 当大家都为美好 未来欢庆的时候 卡拉曼会在地下室里 默默储存罐头 为之后的战争做准备 如果金融机构里面 能够多一些卡拉曼 这样的内向者 也许就能够避免金融危机 因为呢 他们更不容易被回报冲昏头脑 能够做出更冷静的判断 最后说说领导力 一般大众都会觉得 优秀的领导者 要能谈笑风生 充满激情 而不是沉默寡言 腼腆低调 但是在作者看来呢 这完全是对领导力的误解 人们总是在潜意识里 去关注讲话多的人 并且觉得 讲话越多的人就越聪明 这其实毫无道理 事实上呢 这些总喜欢发表观点的人呢 也是最常犯错的人 一项调查发现 电视节目上经常发表 政治和经济领域观点的人 他们做出的错误预测 要远远多于正确的预测 此外呢 知名企业管理学家 柯林斯也发现 那些最优秀的公司的领导人 常常都被形容为 处事低调 从容谦逊 比如微软的比尔盖茨 德勤会计事务所的首席执行官 詹姆斯科普兰 都是这样的人 他们并不是人们概念里 个性张扬的外向领导者 那么外向者和内向者 在领导力上的区别是什么呢 什么情况下 内向者更适合当领导者呢 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 格兰特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和世界500强的CEO沟通 并且研究了很多数据 得出了一个理论 格兰特认为 外向领导者适合在员工情绪消极的时候 来改善团队的表现 而对于那些本身就很积极的员工呢 内向领导者更适合他们 格兰特对比了一项披萨连锁店的收入数据 他发现 当员工都属于消极代工的类型的时候 那些由外向者管理的门店 每周利润会比内向者管理的高16% 而当员工呢 都是比较主动会积极工作的时候呢 那些由内向者管理的门店呢 利润会比外向者管理的高出14%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 格兰特认为 内向领导者没有强烈的主导意识 他们更愿意倾听和采用员工的意见 而外向领导者呢 经常会坚持己见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 这背后的原因呢 前面也讲过啊 外向者更喜欢快速做决定 不愿意花时间去对比不同的看法 而内向者呢 会花更多时间在搜集信息 进行更深入全面的考虑 最后再做决定 所以呢 如果你是一个主动性很强的员工 在内向领导者手下工作呢 会很有成就感 能感觉到自己被重视 自然呢就更愿意努力工作了 但是呢 如果员工本身就是比较消极的类型 反而会被外向领导者的热情带动起来 取得更好的业绩 好 说到这里呢 我们总结一下第二部分的观点 内向者在许多方面有自己的优势 在创造力方面 内向者会花更多时间独处 去进行刻意练习 从而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在判断力方面呢 内向者更不容易冲动做出决定 他们能更深入思考问题 做出更理性的决定 在领导力方面呢 内向者更能倾听和采用员工的意见 让积极的员工感受到重视 更愿意努力工作 听完了上面两个部分啊 相信你已经发现了 内向性格本身并不是缺陷 反而在许多方面有自己的优势 那么在这个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里 内向者应该怎么处理自己和别人的关系 更好地发挥这些优势呢 下面我们来说第三个重点 内向者如何与外界相处 作者在书中主要讲了三点 下面呢为你一一介绍 第一点 内向者要寻找适合自己性格的工作环境 这里的工作环境呢 不仅指的是办公室的环境 也指自己和同事之间的相处方式 我们先说说办公室环境 许多老板会相信 沟通交流越多 员工的创意也就越多 所以呢许多公司的办公室啊 都是开放式的 所有员工都在一个大房间里工作 但是呢 最近好几项关于开放办公室的调查 却证明呢 开放办公不仅会降低工作效率 也会弱化记忆力 在开放办公室里的员工 更缺乏安全感 压力更大 患高血压的概率也更高 他们和同事之间的争吵呢 也更多 另外呢 在一项有600多名程序员 参加的比赛当中 调查者发现 那些表现最好的程序员中 有62%的人表示 他们的办公环境 允许个人隐私存在 而表现最差的程序员中 高达76%的人表示 自己的工作缺乏隐私 经常会被各种不必要的事情打断 所以呢 内向者找工作的话 建议找能够提供隐私空间 带有独立小隔间的公司 再来说说和同事之间的相处方式 内向者和外向者对于刺激的喜好不同 让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呢 也不同 可能会因此发生冲突 作者的一位客户埃斯特 就遇到了这种问题 作为一个内向者 埃斯特呢 喜欢在做演讲前 做好充足准备 否则就很容易紧张 但他的同事呢 经常会在埃斯特上班的时候 才告诉他 等会儿就要给客户做演讲 这就会让埃斯特非常紧张 始终无法做好演讲 在向作者请教之后 埃斯特重新和同事进行了沟通 要求他们 至少提前一天告诉自己演讲安排 让他能充分准备之后再走上演讲台 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 不论是见客户 还是和同事间的工作沟通 内向者呢 都可以用各种方法来降低环境中的外部刺激 让自己能有更好的表现 内向者发挥优势的第二个做法 是在个人核心项目上展现出外向的一面 这里的核心项目呢 是指对内向者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在这些事情上 内向者能够体验到掌控感 不会感到太大压力 同时呢 也会得到别人支持 心理学教授利特尔认为 在核心项目上 内向者可以超越性格限制 去展现出外向的一面 利特尔自己呢 就是一个内向的人 他讨厌聚会 喜欢一个人看书写文章 但是同时呢 他也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他的课总是坐无虚席 面对几百位学生 他可以表现得非常风趣幽默 对利特尔来说 教学就是他的核心项目 能给他带来极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如果你想和利特尔一样 在某些领域表现出外向者的一面 那么呢 需要注意下面两点 首先 你所选择的领域 必须是你自己真正热爱 可以获得成就感的核心项目 只有在核心项目中 你才会有足够的动力 去突破自己的性格局限 为了找到自己的核心项目 你可以回想一下 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曾经幻想过做哪些工作 你也可以在工作中寻找 会吸引自己的领域 同时呢 关注那些会引发自己 极度情绪的事情 因为极度的背后 可能就藏着你真正渴望的事物 其次 在扮演外向者的时候 你要给自己创造恢复空间 恢复空间就是指 属于你自己的私密空间 在这里呢 你可以变回内向的自己 安静地放松休息 恢复精神 如果你保持内向自己的时间越多 你就有越多的能量 去表现出外向的一面 比如呢 在每次的公开演讲结束之后 你可以到附近的公园里 独自散散步 也可以在出差之前 专门给自己留一个空闲的周末 来做瑜伽和冥想 创造恢复空间 不仅要靠你自己 也要靠身边的朋友 亲人和同事 你要和他们进行充分的沟通 获得他们的理解和帮助 比如啊 外向的妻子 想要每周末都出去玩 可是内向的丈夫呢 想待在家里 那么 丈夫就应该和妻子商量 也许呢 在一个月里啊 可以有一半周末出去 一半周末待在家里 而承担巨大工作压力的员工呢 也可以和老板沟通 看看能不能每周都有两天在家办公 让自己更加专注高效地处理事情 内向者发挥优势的第三个做法 是在和外向者发生冲突的时候 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 前面说了很多内向者和外向者的不同 可能有些人呢 会觉得他们会排斥对方 但是其实啊 不论在商业关系 还是在亲密关系中 这两种人经常会互相吸引彼此欣赏 内向者觉得外向者热情洋溢 充满能量 而外向者呢 觉得内向者心思细致 善解人意 他们都认为 对方让自己的生命更加完整 但是因为他们的性格不同 一旦发生冲突 往往会很难解决 书中呢 举了一对夫妻做例子 Emily和格雷格 彼此很恩爱 但是在如何过周末的问题上啊 经常会发生争吵 外向的格雷格 每周都想找一大群朋友 到家里来聚会 而内向的Emily呢 对聚会毫无兴趣 只想和格雷格单独在一起 两个人为这件事沟通过很多次 但都毫无结果 关系呢 反而越来越差 在苏珊看来 这是因为他们处理冲突的方式不同 内向者喜欢在友好的场景下 和别人沟通 一旦发生冲突呢 他们会选择逃避 希望等彼此冷静下来再沟通 而外向者呢 刚好相反 他们喜欢在正面的竞争碰撞中 和别人解决问题 于是呢 每次两个人冲突的时候 内向的Emily会选择压低自己的声音 表现出一副平静的态度 她觉得自己这是在做出让步 希望格雷格呢 冷静下来再和自己沟通 但是外向的格雷格正好相反 在她看来呢 两人你来我往的争论 才是正确的沟通方式 Emily的行为呢 反而让她觉得不受重视 更加生气 于是两人就陷入了这种死循环 越沟通感情越糟糕 作者建议呢 Emily要明白 格雷格在沟通中表现出的攻击性 并不意味着她在讨厌Emily 这反而是她看重两人关系的表现 所以呢 Emily没必要太在意格雷格的口气 要试着去理解 她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Emily在冲突中的犹豫不决和刻意回避 会被格雷格理解成呢 是不在乎 所以呢 她也要学着进行反击 去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 只有这样 两人才能在同一个基础上进行沟通 最终啊 在调整沟通方式之后 他们找到了解决方法 格雷格将热闹的聚会 变成了气氛更轻松的自助晚餐 大家可以随意坐在沙发和地板上闲聊 在这样的环境中呢 Emily既可以选个角落独处 也可以找她喜欢的人单独聊天 不用担心需要同时和很多陌生人对话 这样一来啊 Emily就轻松很多了 好 说到这里呢 我们总结下第三部分的观点 在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中 内向者要注意自己和外界的相处方式 来更好地发挥优势 在工作环境的选择上 内向者应该优先考虑 注重隐私 可以提供个人空间的公司 在和同事的相处中呢 内向者也要充分沟通 给自己创造第一次季度的工作环境 而在核心项目上 只要创造出足够的恢复空间 内向者呢 也可以突破性格限制 表现出外向的一面 从而获得更大的成功 如果和外向者发生冲突 内向者要学会忽略对方的口气 去理解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并给出正面回应 说到这里呢 《内向性格的竞争力》 这本书也介绍得差不多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全书的主要内容 内向和外向 其实只是对外界刺激的不同反应 并没有高下之分 外向者有他们掩人注目的地方 但是内向者呢 也有自己的优势 比如呢 有更多的独自练习时间 去磨练专业技能 有更冷静的判断力 去做正确的决定 此外呢 内向者能更好地 领导积极主动的员工 可以说啊 内向是上天赐予的一颗种子 看似弱小 但拥有无限的可能 只要在合适的环境里 它就能生根发芽 长成苍天大树 创造出了不起的成绩 好 内向性格的竞争力 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出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